欢迎收听新视角新新闻,我是清雨 中共将于明年秋天举行20大党代会 届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 各界关注习近平下一步动向 是按过往中共规定进行权力交接 还是打破惯例继续连任 5月21日,美国之音报导说 最近至少有三项有关习近平接班问题的研究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个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球德·布兰切特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理查德·马格莱格和写的报告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 还有一个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戴斯德的新书 《中国政变走向自由的大要紧》 以及盖斯德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 英国前外交官盖斯德的《中国政变》一书中 根据他对中共目前处境的观察 预言中共高层的反习力量 策划政变推翻习近平 然后启动民主转型 书中说大部分独裁者并不是被群众造反推翻的 而是被高层精英采取的行动推翻的 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由于美国联手盟国对付中共 使中共陷于危机 而中国的改革派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盖斯德认为政权更替之所以迫在眉睫 是因为中共的一个极权政权 它将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一场噩梦 除了政变 盖斯德说 另一种可能是 反习势力将阻止习近平在2022年11月的中共二十大 三度延任 并利用这一机会将中国推向变革的道路 对于上述预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有认为 这种假设百分百不可能发生 第一 实际上中共党内和军内的精英权力阶层 都支持习近平 政治局多数是习的救部 第二 如果有人不喜欢习 李克强要打电话给汪洋 想私下谈谈 习的人在窃听电话 你想开个秘密会议 想说一些习不想让你说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纽约大学法学院荣退教授 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则认为 习近平权力面临的最大危机 不是高层精英的挑战或政变 很可能是他铤而走险的外交政策 孔杰荣说 如果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明智举动 他可能会失去权力 如果他采取行动 将导致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严重损害 这将非常有害于他的前途 因此 他必须非常小心 不要卷入会让他的政府不安的外交政策之中 李安有教授认为 习近平在外交上行事非常小心且精明 在南中国海中共扩大了实力 但没有引发战争 在台湾问题上 他们一直对台湾施压 也没引起战争 在钓鱼岛 他们提高了在钓鱼岛周边的存在 但没有触发战争 中共的行为是切香肠 一点一点取 除了上述多位专家的分析之外 美国、澳洲两位研究员的研究报告中 则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结束的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 2022年中共党大会上按惯例有序交接 第二种可能 习近平在连任五至十年 第三种可能 中共高层精英向他发起挑战 甚或发生政变 第四种可能 习近平意外死亡或丧失能力 报告认为 如果习近平发生这种情况 造成权力真空 将引发政治局内斗 报告还提到 推翻习近平的阴谋 并不是凭空幻想 习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内部讲话中 谈到了旨在破坏和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活动 中共十九大后 孙政才和周永康在内的官员 被指阴谋 创夺党的领导权 夺取国家政权 研究表明 绝大多数独裁者的权力 都是从高层内部被夺走 而不是普通群众 盖斯德说 许多人不相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可能会政权更替 然而 有谁会预测在1991年1月 苏联共产党政权会自我解体 但要实现这一结果 需要所有人的技巧和勇气 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他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也请记得了 转发赞 reads 净